哎呀 怎么回事啊 我又快挖了一个世界了 为什么这个玻璃还是敲不来了 你当然敲不来了 这又不是普通的玻璃 这可是中国制造的玻璃 就算你挖一辈子也过不去啊 难道这第一关就过不去了吗 既然往前过不去 那我们就往上走呀 想起你说得对 回来回来 看我摆断定 好吧 我不会 你装一装好点 这一关肯定有通关道具的 一般道具会藏在边上的位置 来 让我看一看 找到了 腾万 给我给我 帮我来 行吧行吧 给你 哇 这第二关四悬一 毒水 岩浆 凤水 水 选哪个呢 这还不简单嘛 一看这个作者 就是故意迷惑我们的呀 你看 毒水 岩浆 凤水 三个是不正常的 只有水是正常的 就像考试题目一样 三长一短 选最短 所以三个不正常的 一个正常的 绝对是正常的是正常 果冻 这不选有成竹哦 那当然 看我的吧 呃 看来你的判断失误了呀 我刚刚是故意学水的 就是为了做排出法 既然水不能选 毒水 岩浆 凤水 肯定是凤水最安全啊 啊 又错了呀 我知道啊 肯定是这个毒水 搞什么呀 怎么还是错的呀 不可能是这个岩浆是正确的吧 肯定旁边又是没你脏的路 喂 小王子 你怎么过去的呀 直接由岩浆过来的 最危险的就是最安全的 你都排主法 排到最后一个还不排了 其实 其实我早就知道 我是故意的 就是给你表现的机会 你要知道 我的良口用心啊 你压得最好硬 最后一关 前面都是新鲜 没想到最后一关这么简单 还最难的一关 不就是简单的跑酷吗 很有多难 不需要我讲 我先过去 应该没这么简单 诶 国动 你怎么就不听我把话说完呢 怕什么 我刚刚走的是左边 这次走右边 肯定没炸弹 呃 这次走中间 肯定没有炸弹 啊 气死我了 这个怎么这么难啊 臭小样子 多怪你 啊 怪我 我不是提醒你了吗 你非是不听 这怪你 还叫便 啊 国动你 诶 怎么回事 没掉下去 原来这里有隐藏的路啊 过去过去 让我来 我就知道正确的路在下面 我是故意把你打下来的 对对对 你什么都知道 哈哈 正解 我来了 啊 这怎么回事 果斗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太着急了 很明显那边是错的 谢谢你帮我探路 我们按住显行件 用手敲 有提示挖掘的 就是攻击方块 这样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的路了 干的飘 我小样子 你不选 你是我的 不好意思呀 这第一我拿了